第一個請各位回去 也許你自己要練習一下 因為前面有講過 就是把下載的東西 要不就存成CSV 因為存成CSV 你要給別人 將來或者用Excel來開 是最簡單的 應該還記得怎麼存成CSV吧 我們F等於Open Open後面就是W 給它一個檔案 檔案的名稱 你就可以把它 輸出成一個CSV檔 你可以給一個檔名 什麼什麼點CSV 中間只要加豆點 這樣的話呢 Excel就可以打開來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把結果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 也許建一個Table Table名稱的話 也叫Rent 然後你就把資料 總共有四五個欄位 就是一個名稱 然後就是買入 現金的買入賣出 機器買入賣出 OK 可是問題喔 如果你這邊沒辦法分隔 你就無法分出 所以 如果你要跟什麼 跟那個 資料庫接軌 或者CSV 一定要會分隔 所以要分隔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其實我的原理原則 我的習慣就是 先畫個圖 像這樣的話 一定什麼 一對二的關係 他是一的話 他是一二 他如果是二的話 他就是三四 不過好像在零開始 零的話 零他就是零一 然後這個是一 然後變二三 然後這邊四五 有點亂 看這邊好了 底下這個 我畫個圖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到 所以呢 他 他跟他的關係 他是他兩倍 他是他兩倍加一 OK 這樣就很簡單了 所以我如果要把它輸出 第一個的話 我先輸出什麼 print出一個他的標題 那我中間加一個 反斜線T 就定位點 一個TAB OK 所以呢 畢別 然後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然後集齊買入 集齊買入 集齊賣出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分別把它print出 因為我們基本上 他的範圍一定是從 I in range 0到那個什麼呢 LEN 就是他的總長度 這個總長度的話呢 剛好就用Name 畢別 因為畢別總共就是 那麼多 你不能用的DataE 就是現金的話會 會變成說 Double了 不對 所以我們用那個Name 當成是 他所有跑的回圈數量 再來的話 就print了 print假設 把Nameprint出來 我們先看第一階段 print出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他已經print出來了 可是問題 現在還缺什麼 畢別OK了 可是後面的現金買入 現金賣出 這些總共四個欄位要怎麼輸出 那我們其實可以用我剛剛講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後面 再串什麼 串接一個TAB 所以反斜線T 然後呢再串接什麼 就是DataE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我先把這個拿來複製來改 比較快 這個的話就DataE 那他的那個值的話一定是兩倍 所以乘以2 對不對 如果乘以2 下一個的話呢 是乘以2加1 所以把這個拿來複製 應該是 這個 這邊 複製到後面 Ctrl加按住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這個兩倍加1 那這個是現金的買入 現金賣入 我們私心看一下 你會發現 OK有沒有 現在美金是30 30 30出頭了 OK 因為那時候29的時候買一點 然後呢 現在就是 什麼 人民幣 人民幣 人民幣最近又快不行了 之前有漲一下 最近又跌了下來 4.7有啦 可是 不過那時候我試 大概4.4的時候買的 應該還有空間 那 那個 日圓的話 日圓其實 又漲上了一點點 不過到底 蛤 好像也不太會動 就這樣子 應該可以看得懂 反正這是 1對2的關係 所以後面的部分怎麼做 其實也一樣 所以我的做法 就是在怎麼樣 再串接 那把這個東西 再串到後面 不過很長一串 把後面這個 改成2就可以了 Data2 這邊改Data2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 OK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的話呢 執行出去 OK 就 大功告成了 你想說如果今天呢 你要把它輸出到資料庫 或者CSV 基本上你如果沒有辦法 把這個做出來 你是沒有辦法 丟到其他地方去的 那 你說 這個什麼 乘以2 這個公式乘以2 跟乘以2加1 這怎麼來的呢 其實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那如果你有更簡單的方法 我想你就用 你覺得更簡單的方法 或者如果你有更簡單方法 你再告訴我一下 因為我實在是想不出更簡單的方法 OK 這應該已經算夠簡單了 OK 所以 可以試試看 那 後面如果要把它轉成CSV的話 可能這個部分的話 就不是加 Table 可能你要把它改成 那個 豆點 那最後的話 就是用那個 我們前面講過 其實一行就是 Open 哪一個檔 你要輸出的檔名 什麼什麼點CSV 豆點 雙引號 W 有沒有 放裡面 然後呢 再 讓它做Right 出去的動作 它就會幫你把 那個檔案寫出去了 另外 資料 如果忘記的話 請你回頭看前面的部分 它一定可以輸出 所以回去可以試試看 把CSV檔建立 也許輸出 外匯就一個CSV檔 第二個的話 就建資料 不過資料庫我們練習蠻多的 回去也可以再試試看 那今天的話 後面還有哪 這個圖 關係圖 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剛剛的程式在這邊 另外 你也可以試試看 用Slate 不過Slate 我想跟Find 好像大同小異 延伸練習題的話 請各位回去 再把其他各大的 延伸的銀行匯率 試著抓抓看 當然除了台銀之外 還有一堆 其他的部分 延伸就是你把它存到資料庫 或CSV 這邊的話 或CSV OK 不過這個可能要回去練習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下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看什麼 那個 現在很熱門的 現在運動彩 不過 如果我今天到台彩官網 如果我今天希望 自動幫我抓什麼 抓目前開獎的這些號碼 有沒有 這些開獎號碼 而且是不是只有抓一個區塊 全部抓下來 好 全部抓下來 所以全部抓下來 你一樣的方法 反正不管 以後 如果你要抓這個區塊 第一個一樣 F12 或按右鍵檢查一下 然後再來怎麼樣 箭頭一下 找要你要抓的東西 你去分析一下 他這有些什麼區塊 有沒有什麼關係圖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 一鍵按 就是執行之後的話 幫我把這些 包含什麼呢 包含從威力彩 一直到 這什麼 Bingo Bingo 全部的號碼 都幫我直接抓下來 然後我要顯示什麼 威力彩 中獎號碼是什麼 然後呢 大樂透的中獎號碼是什麼 幫我列出來 OK 不過會有個問題 之前按右鍵會出現什麼 版權所有 對不對 不過其實也還好啊 你按F12啊 對不對 還不是一樣 F12呢 這個箭頭點下去 還不是照樣知道 所以其實不用管JavaScriber 你不用按右鍵嘛 直接這一招就夠了 F12 所以其實以後要抓網路資料 記得F12 F12 這個關鍵很重要 然後再用這一個 再去找到你要的東西 然後再去分析它 其實就很快 可以把你要的東西抓回來 所以回去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今天的話呢 就是先把那個 台英外匯先完成 其他外匯資料 可能就是當練功題吧 下一個禮拜的話呢 剩最後一個禮拜 所以 看重點還是擺在 把那個後面 還有幾個抓網路資料的部分 也許再把它 講完好了 其他的部分的話 也許就 看同學他什麼地方 覺得比較重要 沒講到的 你可以再提出來 那我雲端上面還有一些補充資料 可能如果沒講到的話 雲端上也有一些 參考資料 大概就是雲端白板 裡面有參考答案 回去可以自己試做看看 威力財 台財的官網 另外的話就是那個 雅虎股市資料 雅虎股市資料 因為我剛剛講過那個 改版的問題 它裡面抓 如果用VBA抓會有問題 那我下禮拜也許示範 Python怎麼抓 或者用VBA怎麼抓 VBA用IE物件抓好了 OK 那這個也是 獨創的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的 網路上是沒有的 因為沒有答案 很多東西是真的沒有答案 自己把它寫出來才比較有成就感 所以回去的話 看有沒有辦法把它想出 沒有更好的方法 不然就好 那今天的話先到這裡